我终于找了它的源头在这儿 顺着这个光 我们的猫头鹰 这猫头鹰好可爱 我们猫子到了我们最后一个 希望大家 Celebrating for the sleep that we did 之后它的结束 是这种小篮子还挺好看的 就竹子边的里面是灯光 这感觉挺惬意的 可以放在书房什么那种感觉 这边还有一个鹿的形象 在这边摆着挺可爱的 是那种有很鹿角的 这边还有最后一个图灯 感觉像水这个字 完之后还有小飞虫飞过 现在到了安德的处了 完之后这边有可能 再合照整个灯光展 我们可以把最后给其中一个 你可以选择给水精灵 猫头鹰精灵或者是绿植 大家可以选一个给 现在结束了我们最后一段行程 之后现在大家一起回家 回家了 边走边举手 看能不能录上 大家拜拜 拜拜 这边之后还有很多那种保护植物的 保护动物 还有保护灯光 还有这种啥 保护水 还有保护水的这种小牌子 在各个这种道路上还挺有意思的 但是像普及 像灯光展对植物动物和水的发展 感觉上都是 negative impact so this is a bit ironic 没有人走了 我本来想录一下走道的场景 结果发现没有人走了 哈喽 大家我们现在这个就基本上看完了 之后录一下感受 首先来说 这个灯光展也是比较就是幻 怎么说幻灭幻想那种感觉的一个感觉 就是你需要亲身体验一下 才能知道它的感受 其次的话 就是还是比较只是可能说这个价钱的 我觉得 其次的话 目前的感觉 它的状态上很像哪只呢 就是说很像那个safari的那种感觉 但其实是你看了灯光之后 比较野蛮巨人的那个感觉 所以还ok 挺适合家庭旅游的 所以呀 大家我们下期见 大家我们现在在往幸福的国度使去 回家可能会吃火锅 大家好 我们现在就是想来录一个今天的总结 首先这一个感觉是 今天是一个非常繁忙 busy 而又做了很多事情的一天 就是去看了很多东西 完之后走了挺多的路的 完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 就觉得是旅途中应该有的一部分 之后我觉得充实而美好 有伤心的 有难过的 有愤怒的 完之后怎么说呢 也有个不开心的 所以说我觉得旅途一部分 大家加油 我们真的第一次看到路边有真的路 天呐 这么近距离 天呐 还在吃草 小可爱 我马上就要跟这个房间说拜拜了 总体来说这个房间住的还是挺熟的 除了床我还是觉得应该自己带个垫子 对 完之后 要自己带床单什么这些啊 虽然我都有带 反正挺好的一间房间 祝福一下 完之后这个是我打算去那个 蒙春月船的一件衣服 给自己弄了个小裙子 之后呀 虽然没有准备高跟鞋 因为实在是走得太难走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给自己一个开心的妆容和裙子 给那个蒙春月的第一次 嗯 完之后这个就是我们最后 哎 就是我太喜欢这个镜子了 所以我的安妮要在这里坐 完之后呃 总体来说就是这样 我觉得 这个有点可惜没用上 还有就是最让我觉得有那么一丢丢可惜的 就是我们最后没有用那个楼下那个bubble bath 觉得有一丢丢的遗憾 那我们就有机会下次再来用 总体来说应该都挺好 现在就大家都是在最后get ready的这个状态 所以要我们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 大家一等下见 OK大家那我们就等一下猛吹我见了 拜拜 大家我们最后一次看一下这个小房子 目前觉得这几天过得还OK 所以给他点个赞 完之后下回见 拜拜 唯一一丢丢的小遗憾就没做到这个 完可能这个可能也差那么一丢丢 完之后呀 完之后唯一觉得还是挺好 就这个景上没有录一个大的bubble bath的andy 所以现在给大家录一下 就觉得这个时候排的非常的整齐 其次的话就是我们能看到房东 还是花心思去种这些花 因为这几个应该都不是天然会长出来的 尤其是这棵树 你看就是打理过的 所以还是给房东点个赞 反正它这个村上有林间小鹿的感觉 完一片翠绿啊 少一顿barbecue 现在是在车里再做一次fomo里再见 下回见拜拜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呢我们又开始了一天的行程 今天我们主要想去那个奎贝克省呢 蒙特利尔市的老 又忘了 老港景区去看一看 这个景区呢话说就是比较好 完之后它这边有主要是两个港口 一个是就是旧港 一个是新港 那我们今天去旧港可以看一看 具体的话我们可能到那边就给大家更多的信息 看一下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完之后就换位就练了好几遍了 所以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版本 大家等下见 拜拜 我就突然间发现了一个角度特别好 这背景还能看到这个天窗 除了有点脏都不错 新鲜的天高手就是那种云菜手有点多 但还挺好看的挺晴朗的 是库北克一个非常出名的 说是熏肉店 然后很多人都来这边吃 所以我们一会儿看看这个味道怎么样 完之后先给大家录一个长什么样子 再好像录不进去 先给大家录个牌子 大概长这样 完之后里面的话 一个小街区 完有牌子 完它里面也有人在排队 完基本上就是从这个阔口 每个人能拿一个东西完就可以出去了 这家酒店给你这种感觉 就是他上过很多报纸 就各种报纸上宣传非常多 什么有人来这边吃 完之后什么重要的人物来这参观 这种感觉 感觉是家名店 这点感觉特别像新加坡的某些店的 这种状态 这边还有很多他这边比较特别的酱感觉还挺好的 可能这个可以单独买一下留个纪念品的感觉 看他这边总共是这些菜的大家可以选一下 完之后在这边要啥直接去求就可以了 看这边的肉都直接放在这边 我估计就直接取了 有火腿肠什么肉的东西 这边人还特别多 就反正很多人在这排队傻的感觉还挺好 这个虚肉感觉味道还是挺好吃的 推荐大家看看这是三明治 ok大家 那我们现在就刚吃完那个烤肉 我觉得那烤肉还是挺好吃的 确实是这边一个特色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吃出了哈尔滨红茶的味道 对 之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可能会去 就是再走走看看 我一个很感觉的就是说我觉得蒙赫利尔就是这边的 怎么说这边的路感觉就非常有艺术气息 就给你感觉有更多的很多的插画画画廊那种感觉 就这就是很有活动的一个都市 所以我们现在就到荒加山了 基本上应该转过弯就是了 上空可能不知道那么看到 就这车吧 太庞大了挡道 前面这辆车说您的 这边停车大概五块钱 然后就给你这样消枝你就可以上去了 我们貌似已经上来了 就从底下到顶上这个速度真的是好快 大家就越来越看到这圆顶的建筑 我们的小兔兔进不去小教堂咯 哎呦给你弄了大 所以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景好了 就是这个景的话大概就外面 首先五块钱的车趟 但这个金教堂是不需要还钱的 反正他的教堂从底下看起来就是这种小圆顶的建筑 所以觉得这个还挺很好的 今天天气确实有点恶劣 所以现在排队 因为科威南地线人数 排队已经排到这里 所以这个教堂 我们就下回有就是再来打卡了 那大家我们下回见 拜拜 从天空在路里面 拜拜模模糊糊 大家看一下下山的场景 从这边应该正好是山中央 可以下去给大家看这个就算是服饰 就怎么说摩特利尔的感觉 拥有天子脚下的一种状态 我觉得这个教堂真的虽然没看到里面 但还是觉得外面比较好看 这个外表看起来比较好看 你看半山摇的感觉 现在的话呢 我们准备要继续在就是那个 蒙特利尔市 要去的是 我总结在下 蒙特利尔 等一下 魁北克省 蒙特利尔市的那个老 老头 老头市区 老港 老港这个景区 魁北克省的 蒙特利尔市 再来一下 再来一下 我们 不是雅兰 不是雅兰的杜措 好拜拜